而警方日前掌握了一名背負七條通緝案件的零性毒品犯嫌 他一路掛著假車牌開車逃逸 最後來到新竹的一間民宿 警方等到他來到門口 向外送員領餐時上前逮人 屋內其他嫌犯近撞 趕緊從窗戶跳下二樓採光照逃蹭 但員警最終攔捕了九個人 並且起出了市值五百萬元的毒品 黑男子在民宿門口手拿鈔票 準備跟外送員領餐 這是一輛黑色轿车急煞 冲出兩名身穿防彈背心的刑警 一把扣住他的脖子将人压制在地 还有女嫌想躲进门被女警拽出 原屋內藏有大量毒品遭警方埋伏 楼上舉法男子率先从窗戶钻出 其他同伙也接着跳上採光照逃蹭 但不管嫌犯如何上演飞檐走壁員警都有所準備 原警左右开工 雙手各拿警棍和槍 脚踩梯子爬上二樓攻堅逮人 嫌犯藏力的地点在新竹县虎口香一间民宿 黑衣男林姓主嫌除了毒品 还有违反洗钱 钥匙法 枪炮弹药 刀卸管制条例等 总共七条通緝案件 他一路挂架 车牌开车逃逸 殊不知早被警方掌握行踪 趁他领餐时 蓝补总共查获9人和现金超过75万元的证物 南港和信湖分局 除了搜出大量海洛因 安芬他命 甲车牌等 还发现GPS阻断器和反真空扫描机 深杯七条通的灵性主嫌 装备齐全还是不敌警方追气 据毒品上游还要追查 记者李明镜万家伟台北报道